哎呀 哎呀您怎麼了我送您去醫院 阿爺 阿爺蘇小姐婚禮快趕不上了 不差這一時半會人命重要先送他去醫院 阿爺蘇小姐 阿爺蘇小姐 你怎麼才來 秦家可是除了季家之外 數一數二的豪門 秦少能看上你是你的福氣 你怎麼敢遲到 小老科開始吧 新娘你是否願意接納秦浩宇先生 成為你的丈夫 愛他 尊重他 守護他 姐姐 從小到大你什麼都知不夠 謝謝呀 新郎請您為新娘戴上戒指 新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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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收 你幹什麼呢 直下你瘋了 打我 不想結婚了 還有繼續的必要嗎 我宣布 今天的婚禮 學校 你在鬧什麼 嫁給青少 你後半輩子都不用努力了 聽媽的 這婚 你必須結 好啊 我結 但我要嫁她 姐姐 你真花了多少錢成的成會呢 實際下 可以失蹤了 實際下 Babby 哦哦哦哦哦哦 哦哦哦哦 Babby 哦哦哦哦哦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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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緊回來跟情少道歉 婚禮還可以繼續 嗯 嗯 剛剛對不起啊 連天你跟我一起 沒事 哎等等 好啊 反正回去也是被我媽逼著嫁人 她雖然看著窮點了但長得還挺帥 哎也不虧 你結婚了嗎 沒有 那你有女朋友嗎 沒有 那 要不要考慮重婚婚 我叫蘇之下 今天24歲 睡眠服裝設計師 我的年薪 是 蘇小姐 我暫時沒有結婚的打算 喂 季先生 你母親住院呢 麻煩您過來一趟 好 哎 好歹留個聯繫方式啊 媽 你怎麼樣啊 還不都是被你氣的 你怎麼又穿成這樣 腳踏幾次相親呢 今天你竟然還敢犯人家鴿子 我路上遇到了點事 你怎麼還挺快 有時候好商量嗎 我可以不要彩禮 沒事沒關係可以啊 是你 臭小子 還不趕緊幫我謝謝人家 要不是他 你今天可就見不到我了 沒事阿姨 您身體好些了嗎 您心臟不好 以後出門可一定要記得把藥帶上 好 還是閨女貼心呀 你這是 臭小子 你去搶親呢 我沒 幹得漂亮 這麼好的姑娘 你既然把人搶過來了 就趕緊把證明了 別讓人沒命沒分的跟著你 媽 我們只受孕 老雞呀 老雞呀 這兒子最近打一輩子逛逛 酒雀之下 我沒臉接你呀 好好 我答應你 待會兒就去領證 這 差不多 我暫時沒有結婚的打算 蘇小姐 蘇小姐 你有什麼要求 儘管跟我提 求婚 你要有個求婚的樣子吧 哎呦 我怎麼生出你這麼個莫拉的 啊 季寒熙怎麼跟全球第一財閥 既是現日掌權人的名字一模一樣 算了應該只是巧合 什麼巧合 沒什麼 從今天開始我們就是福西了 我在附近買了套房 你跟媽可以隨時搬過來住 另外 這張卡你先拿著 嗯 拿去買點衣服 我也沒你想的那麼窮 你今天也算幫了我大忙 給你就拿著 別磨磨唧唧的啊 走 讓我來 你們都這樣 那首歌 你先拿這張覺醒 你應該就要打擾我 6個身動 我進去 了 那這張學校 你應該要跟我說 來不做給你斷就母裡關係 好正好我也有話跟你們說 季寒心我有事先走了 期望了期望了 我們總裁居然也會像他這麼當樣 去查一下蘇之下到底什麼身份 嗯 總裁 夫人是秦氏的服裝設計師 秦氏所有的熱門品牌都是出自他手 先到椰斯大尾賞識 這才有他和請照聽婚的事 我名下會有好幾家設計公司 準備好蒼南的股圈轉容合同 送給他 蒼南是最大的設計公司 市值可比秦氏時間多了 總裁您要不要考慮考慮 是 總裁 我這就去辦 另外我們還查到 夫人的母親從小對夫人就很苛刻 這次夫人跟您逃婚 回家 回家恐怕 不後 貝里去蘇家 他 蘇之下 今天呢 只要你跪下來 道歉 或許呢 我就可以大發慈悲 以前的事情 既往不休 再好好挑個好日子 再好好挑個好日子 要了 可是我已經結婚了 可是我已經結婚了 哈哈哈哈哈 秦少 你別信這臭丫頭的鬼話 我把他從小養到大 我還能不了解他 這 指定是在哪辦的假證 是真是假 你打開看看就知道了 閉嘴 你要是還認我這個媽 就趕緊跟秦少道歉 媽 今天要是蘇雨薇 你也會這麼逼他嗎 你跟雨薇怎麼能一樣 除了第一財法季家 秦家在京都也算是 有頭有臉 這種金貴婿你都不珍惜 還想嫁給誰 不勞您關心 我已經結婚了 你今天不給我道歉 就明天走出這下門 夏夏怎麼回娘家 也不告訴我的事 找找的那些人 那个找的那些人 比较给他拿住고 싶어 看嘛你能够帮忙 导致 那个 你能够帮助一件 上后的翡翠 市值得有好几千万吧 市中心别墅的房产镇 还有这一盒 都是金子吗 郝宇迅 来就来 还带这么多礼物干嘛 这种城市的帝国绿翡翠 我只在去年 法国的拍卖会上见过 难为你找了个这么像的 哪个地摊让陶来的呀 陶来的 看着也不像啊 那只翡翠 被纪少以两亿的价格拍卖走了 怎么 他还能是纪少不上 苏志夏 看好你老公 别让他出来丢人 这里谁不知道他就是个死要犯的 有人拿个假货就能冒充近上来骗人了吗 嘴巴放干净点 跟你姐夫道歉 我说的很了 我说的很了 他就是打一辈子勾都买不起后 我哥哥一双鞋 这种低贱的下个反击 也配让我们道歉 哎哎哎哎哎哎 孙志夏 哎孙志夏你肚子都不肯 否则你们骂他一个子我打你一顿 走咱们回家 等等 设计东西也带来 设计后 譬如说 季寒戏 今天谢谢你帮我解围 但是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租这些花了多少钱 我给你的钱不会多用光了吧 我没有 沒有用我的錢 你自己掙點錢也不容易 放不著為了這點事全打進去啊 這點錢不算什麼 其實我 這個送你你看了就明白了 蒼南股份轉讓合同 是那個國際一流設計師雲集的蒼南 是指遠超秦氏的那個蒼南 坐著還挺逼真 啊我知道你是想和我開心 心意我領了不過禮物嘛 做這個就好了 走我請你吃飯 好你還喜歡什麼以後我都給你買 原來這些收拾品都是租的 而且還是花的蘇智夏的錢 蘇智夏 我早晚有一天把你踩在腳底 老闆沒要多來兩串 我沒吃過這個 連燒烤都沒吃過 太可憐了吧 不要捨不得以後但凡有我一口吃的 就由你一口喝了 怎麼樣好吃吧 來的 我還看錯了呢 我還以為看錯了呢 你都能夠到來吃這種垃圾了 我當時誰滿大墊噴粽呢 原來是你啊 你都能夠到來吃這種垃圾了 妹妹你 宋志夏 你就別逞強了 跟著這個窮鬼 你也就能來這種土邊攤 而我 馬上要帶雨薇去盛世皇朝九夜 商量遞婚的事 是嗎 那祝你們 婊子配口天長地久 哎 賤人你敢罵我 不過是一個窮鬼 怎麼會有這麼強的技場 放放放放放放放手 你知不知道我爸是誰 你是不是用我一句話 就能讓你從這個世界上分分鐘消失 放放開 不過一個臭藥飯的 一年到他能賺幾個錢 啊拿什麼給我走 秦伯父呢 在京都可是數一數二的人 就連紀總都要領賬才三分 我剛剛已經打電話請他過來了 你們倆就等著被趕出京都吧 誰敢欺負我兒子 哇嘿 伯伯 受傷了 訴諸夏 我們現在磕頭到現在還來得及 秦家現在倒是威風的狠呢 臭小子 你怎麼跟我爸說話呢 在整個京都除了紀韓西 我們秦家誰都不怕 你也算哪根聰 還裝自己是紀總呢 假的就是假的 假的就是假的 再不逼真 這只是個下降過你 爸你你幹什麼呢 我 你也死 你知不知道你得罪的是誰 還不該給紀總陪你道歉 紀總 對不起 道歉不敢當 不過 你們摔壞了我夫人的桌子 是不是該賠啊 該賠 該賠 紀總 多少錢 我賠 20億 20億 你開什麼玩笑呢 這過了就兩億 還敢頂嘴 紀總 我這就帶孽子后去籌錢 您放心 20億 一分不少 會達到您的帳戶 哎 不是 說說說說說 嚇到她了 你真的是紀憙歇 當然不是 我只是紀氏的員工 只是秦家的工作 一直是我來對見 一來二去 他們就以為我是紀總了 你剛剛裝得跟真的一樣 嚇我一跳 是紀總不好嗎 他就是怕我嫌弃他在试探我 當然不好了我跟你講啊 越是有錢臭毛病越多就像秦奧語 我們居然連秦伯父都敢騙 宋志祥 你死定了 呃累了一天了你先去洗澡吧 好 我居然帶一個殘血是一天的男人回來了 只有一個房間啊待會可怎麼睡 現在叫我去洗澡 你看你去洗澡 我叫你去洗澡 我叫我打擾 我叫你洗澡 涯 用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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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嗯 我什么都没看见 something in your heart tell me who I am something in my heart 要不你先起来 别想了打住打住啊 我今晚睡哪儿 看你想睡哪儿 我去睡沙发 你以为我要干吗 这是 这个啊 我从小就带着了 小时候苏宇薇看他漂亮想抢 我们还打了不吵架呢 他 确实漂亮 看 利物猫睡觉 昨晚韩西骗了他 我得再试看一下 万一情况 你查到了真相 终于韩西才 賤人竟敢騙我 可萬一是真的呢 畢竟秦叔叔都 我爸這是老了 復出謹慎過頭 才會這麼容易被騙 秦總有人來送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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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一個貌款貨 他想讓我賠錢做夢去吧 浩玉國內根本沒有這種鑑定機構 蘇姬夏 秦少怎麼還沒有把你轉過來 常常秦少不會真的連一個桌子都陪不及 你還給我們額錢 你有想過後果嗎 嗯 珠寶劍定界天花粉 古柏林實驗室開去了證書 那手鐲 現實真的 好 啊 接人 今天不好好收拾你一頓 難解我心頭之恨 你說待會你男人看到你在我手裡半死我的樣子 會不會跪下來求我胖子 就你啊 待會你就知道我的厲害了 還有女高高 你不是說以後只要我的嗎 我就說說說說而已 放心吧沒人跟你講 畢竟 我沒有撿垃圾的喜歡 你 你 糟糕 不好意思 你沒事吧 鷗 ¿有個小姐嗎 餘長 祝你沒事吧 咦 我明白了總裁 明白誰了 我在做什麼春秋蛋糕 他要真是計時集團總裁 怎麼可能會去蹲腳櫃子 在這裡跟我打算為什麼 你 你還挺賢慧的啊 你知道就好 我先去洗澡 喂媽 兒子呀 你既然都已經搬去跟夏夏一起住了 趕緊保護你辦了 這樣我也能放心出過旅遊了 好 夏月初一怎麼樣 好 好 記得帶夏夏去套婚紗 一定要讓夏夏成為最美的新娘 媽 這件事你先別告訴他 我 媽都懂 媽也是年輕過的好不好 想給夏夏一個驚喜對不對 你選上 你選上 這個 這不是我設計的婚紗嗎 記得當初投稿給了紀氏集團 沒想到這麼快就做出來了 夏夏抱歉 我有點事要去趟公司 你先看 我待會兒來接你 哦 好 傳統 呦 姐姐 真巧啊 你也来看回事 姐姐 真巧啊 你也来看回事 姐姐 你那个穷鬼老公呢 挑婚纱这种事 他出不起钱就算了 人也不来吗 我看啊 你们这婚礼也别办了 免得给苏家丢人 这可是国际一流设计师 Summer的作品 浩宇哥哥已经为我买下来了 我下个月婚礼还要穿呢 别拿你的脏手碰塌 别拿你的脏手碰塌 没看到我都不想理你吧 还有尚凯真爱打的 浩宇哥哥 苏之夏 我知道 你是嫉妒我给雨薇买这么好的婚纱 但是当初也是你逃的婚 能不能成熟点 别老针对雨薇了啊 哟 还有脸题呢 那婚礼现场这么多人 你俩就差没滚到一起了 我不跑 怎么 给你们助力啊 贱人 贱人 苏之夏 放手 你放开 打个赌怎么样 我赌你再不走这点婚纱 不可能 我已经跟店员谈好了 花了足足一百万 才把这道婚纱定下来的 不可能出差池 秦少您是来取婚纱的吗 我这就帮您包起来 去吧 看吧 姐姐 我即将穿上由撒马大师亲手设计的婚纱 跟浩宇哥哥结婚 而你呢 恐怕连婚纱都买不起吧 你确定这套婚纱是出售的 这套婚纱 婚纱摆出来不就是要卖的吗 一位 你听 这是什么声音 经理关于大唐那件婚纱 秦少对不起 是我搞错了 这套婚纱月底要展览 是非卖品 您看要不钱我退您 什么东西 哎秦少 这是什么声音来着 别什么都碰脏 我要你死 喂 给我回到一个人叫苏之下的 浩宇 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啊 他必须是我姐姐 雨薇 你就是太善良了 你把他当姐姐 他把你当妹妹吗 啊 这一次我还要让苏之下 犯结不复 团货 你还没赶快给我放开 我让你聚保苏之下 你保我干什么 哎 我跟你说啊 快把我放了 不然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哎呦 你放开 祖三 我把人给绑来了 我把人给绑来了 你给我说清楚 你绑谁了 秦浩宇 不是您交代的吗 秦浩宇怎么了 被我绑了 你干什么了 我绑了秦浩宇 怎么才我跟您说 我蹲点了好久 好不容易才得到他 您可得 给我上点工资 你给我放开行不行啊 你先把我 你把我头盏摘了也行啊 人呐 人呐 你等我来 我给你涨工资 工作上的事 我出去一趟 还挺忙 宋才 你放心 没让他们看到我的脸 声音 也没听到 你是要我夸你聪明 不敢不敢 我 做错什么了吗 你说呢 月底的响经 没了 宋才 不是您说让我教训他的吗 我 怎么绑来的 怎么给我放回去 我们是商人不是绑匪 要教训他 也是合法的途径 我还不至于用这么低端的手段 书之下 贱人 是不是你绑的我 我告诉你 赶紧把我放了 不然老子迟早让你被万人骑 总三 冷静 我们是商人 哎 赶紧放我啊 待会把我伺候好了 我可以不跟你计较 呃 呃 呃 你是苏志夏派来的吧 说吧 多少钱能买你为我卖命 只要你能找到人 把那贱人给我轮奸了 十万一百万都好说 嗯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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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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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了 夫妻之前 最重要的就是坦诚 你今天话 是不是有点多了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这人是去哪了 这么晚还不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就是做了顿饭吗 不至于敢动成这样吧 你要是喜欢 我以后经常给你做 好 素质下 下月初一你有空门 我有话给你说 看到你挥挥手 要我过来你身旁 叶少 我们还是没有找到小姐 这是找过人 又不是大海里捞针 这么久了 连音讯都没有 干什么吃的 只有一条项链 可不就是大海包针吗 你还敢顶嘴 叶少 您的根基毕竟在江南 要在这里找小姐的话 也许求助纪少会更快 刚好今天是纪少的婚礼 还应该不会在今天拒绝您 妹妹等我 哥哥马上就再接你回家 神神秘秘的 苏之下 今天可是纪少的婚礼 你来干什么 你来干什么 我就来干什么咯 我们可是被邀请来的 纪少的婚礼 今天来的可都是京都名流 如果你只是打算来蹭吃蹭喝 我劝你赶紧滚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滚 要不你们给我示范一下 你 纪少非常在乎她的未婚妻 这场世纪婚礼 就是特意为她办的 你要是敢在这里放肆 我保管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管好你们自己吧 走吧 哎夫人 你怎么还在这磨蹭啊 来不及了 哎你是不是认识人了 快快快 我说有没有一种可能你们认错人了 夫人你今天的项链和婚纱不搭 哦 不对啊 我不是什么夫人 你 夫人好了 这 是我 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 今天可是记上了婚礼 要是被她发现我抵替了新娘子就完了 细腻话呀 夫人 夫人 记上还在等您呢 我都说了我不是什么夫人 组织下 你居然敢冒充记上的太太 看我今天怎么整死你 这不是苏织下从小视如珍宝的项链吗 还会 季总 太太已经化好妆了 婚礼马上可以开始 她在哪 应该 应该去了前厅 这 哦 沒想到以前那麼冷酷的季作 談起戀愛來是這樣 哇 這完全是遷就女方的固執 這也太少女心了 被季少喜歡的女孩子一定很幸福 季夫人你好我叫 怎麼是你 肅志向你還真是想做季太太想瘋了 之前讓你老公假扮季少 現在居然還敢打扮成這樣來參加季少的婚禮 一直糾纏我反倒反思 反正季少也沒來 不如借這個沒東西嚇嚇他 你怎麼就知道我不是季太太呢 你想想 我怎麼會無緣無故嫁給一個一看就很窮的人呢 我又不傻 放棄情浩宇去跟一個窮小子 而且 普通人哪有我老公那種氣場 你 真的是季太太 你信不信有什麼關係 待會兒等我老公來了自然見分校 到時候呀 到時候呀我吹一吹吹耳旁風 蘇甲琴甲都得完蛋 季總 醫生說有急事找你 姐姐 你看在我們是親姐妹的份上 以前的事兒 你就原諒我吧 這 就是你道歉的態度嗎 是呀 我自罰三杯 希望姐姐消消氣 蘇甲琴甲 蘇甲 你敢耍我 誰讓你這麼不驚逗呢 哼 看你怎麼跟季少交差 你就準備好倾家蕩產吧 酒是你泼的 你以為自己能置身室外嗎 冒充季太太偷上婚紗的人是你 而我是抓住小偷建議勇為的賓客 你說 季將會更討厭誰呢 當然是更討厭你了 季少現在正在和葉家掌權人葉南天叙舊 等他來了 就死定了 死定了 荊州第一家組葉家掌權人葉南天參加季氏婚禮 此舉有何深意 國內局勢是否重新新台 葉總大下光臨 不知有何貴幹 我的人貌似在這裡 季總若是能幫忙找出 葉家願拿出百億作為謝禮 什麼人 我的妹妹 是嗎 你們也不想想 為什麼我不需要邀請韓舅能進來 又為什麼我能穿上這件婚紗 我是被認錯拉起來的 妾家要怪也不能怪我啊 不行 我得先開溜 等等 你 你真的是季太太 他根本就不是 我親耳聽他自己承認的 我就是我現在就去找我的親親老公 蘇之下 媽的敢耍我 夫人不會是要逃婚吧 夫人閃開 拉住別跑 啊 啊 這項鍊是你的嗎 是我的別擋了你 我終於找到了 找到什麼了 妹妹 我要做夢 啊 細索 夫人 好像 出事了 別跑了 我看你還往哪跑啊 帥君 你別管我動手了 打算給我抓去件記上 怎麼 怕了吧 想讓我放過你就給我乖乖聽話 繼續 給我們秦氏做事 大白天的說什麼夢 哎你 你是不是還不知道事情的嚴重性 季少青狠手辣 季老夫人更是手段鐵絕 要是讓老夫人知道你冒充他兒媳婦 絕對讓你生不如死 誰敢冒充我 歪息 我母 你怎麼進來的 聽說有不眨眼的冒充你 我就趕了過來 冒充我 好好好 人家不做 你們不去當演員可惜了 你們是什麼人 膽敢在我關你上鬧事 你兒 你不會再說季氏總裁季寒熙 是你兒子吧 是又怎樣 季寒熙真是季總 你聽到了嗎 他說自己是季老夫人 怎麼辦啊浩宇 季少夫人和季總的母親都在這 我好怕怕喲 別怕別怕啊 哈哈 哎老東西 一把年紀了還出來招搖撞騙 蘇之下有沒有跟你說過 爺爺我是誰啊 你給我放尊重點啊 伯母 他是秦氏的獨生子秦浩宇 怕了吧 怕了就趕緊跪下給我道歉 小小秦氏還敢在我面前唱款 秦宗下你三分鐘之內 骨灰酒店 借你兒子 很好東西還眼上瘾是吧 喂吧 你你真的是季老夫人 現在知道你得罪了什麼人了吧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是我有眼無珠 對不起季老夫人 對不起 你瘋了 別以為蘇之下告訴你我爹的電話 你就能冒出季老夫人了 我爹說了 季老夫人在醫院 他就是個假的 哼 你們這種下等人 窮瘋了這是什麼事都能做出來 我 我讓你們秦家從江城下市 呦呦呦呦啊 大家別誤會啊 這兩個人是騙子 他呢 是我前女友對我愛而不得 所以呢就找了這個老騙子 假扮季老夫人和季夫人哦 那你看看 我是不是假的季族 好 哦 那你看看 我是不是假的季總 季總好 他他真的是季總啊 你連季總都不知道 來這裡幹什麼 還說季太太和老夫人是假冒的 真是可笑 不 不可能 我明明親眼聽到蘇之下說 他自己不是紀少夫人 都是你这个贱人 是你误导我 基总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是我冲撞了你 是我有眼无珠 让我原谅 看我的妻子和我的母亲大不答应 直下 基老夫人 我真的知道错了 姐姐 你早告诉我你是基少夫人 我也不会误会你 我们是亲姐妹 你一定会原谅我的对不对 少道德放下 我又不是圣母也不会原谅你 韩西不要轻易放过他们 放心妈 我会给你和直下一个交代 婚礼快开始了 我们先过去 把他们给我带上去 好好教训 把他们给我带上去 好好教训 你们等着我去找我爸去 叔叔你们帮我我吧老四爹啊 谁给你们的胆子敢动我的妹妹 妹妹 抱歉 对你隐瞒我的身份 你还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 新郎可以亲吻新娘了 姬韩西 快叫你的人走开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叶南天 你什么意思 对不起记错 叶上非要把苏语为带走 哥哥 怕 哥哥 怕 你要为了这个 跟我翻脸 雨薇是我失散多年的魅力 不管之前发生过什么 我绝不允许她受到伤害 苏雨薇不是妈妈亲生的吗 我也是才知道 我不是苏家亲生的 姐姐 虽然我们不是亲姐妹 但在我的心里 你永远是我的姐姐 只要你不再找我麻烦就行 苏雨薇 你确定没弄错人 绝对不能让她知道 你的笑脸是苏之下的 不会弄错的 所以 还请纪总放雨薇一马 苏雨薇欺负我的妻子还有母亲 叶总以为 一点代表都不用顾出的吧 我又不是故意的 是你们先骗我 我以为我在家小偷吗 听到了吗 我妹妹不是故意的 叶总 莫不是当我三岁小孩啊 那纪家 是想与我叶家为敌吗 猖狂 你们破坏我儿子的婚宴 还有脸来挑衅 这让我们纪家 怕了你们不成 当年 纪老爷子被仇家追杀 是我叶家 救了纪老爷子 才有了如今的记事 如今 你们恩将仇报 传出去 丢人的 可不是我叶家 看在晚日情婚上 我可以犯苏雨薇一马 但她必须给我儿媳道歉了 才能走 我没关系的 海戏 让他们走吧 听妈的 你是我妻子 我也绝不肯定让你受委屈 听见了 想走就看你们业家的诚意 哥 对不起 知夏 对不起季老夫人 是我好心办了坏事 你们能原谅我吗 玉薇 我说过会保护你 可是我不想让哥哥为难 你走吧 你走吧 以后不要出现在我面前 下次可不要自作聪明 冤枉好人喽 他怎么跟妈咪情侍这么小 雨薇你在这等我把车开过来 嗯 喂 喂妈 你快帮我弄两根苏织下头发过来 我要拿去做亲子坚定 嗯 你果然不是真千金 啊 浩宇 我成为叶家小姐嫁给你 也能帮助秦家呀 放心吧 我一定会帮你坐稳叶家前进这个位置 怎么没看见季婚人奉孺 我妈都不知道我今天结婚 季家长辈也有许多无法到场 是我多嘴 好你个数字下 结婚都不通知你老娘 妈 我 是我执意给之下惊喜 她也是今天才知道 我母 有什么等过你结束了再说 我教训我女儿 你都叫你插嘴吗 你说什么东西 她是我丈夫的女 之下 翅膀硬呢 你你还有没有我这个吗 我很怀疑 之下真的是你的亲女儿 这是你跟我说话的态度 苏夫人这脾气 倒是跟苏宇威 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苏宇威是叶家千金 我是不想以后 你被记家赶出门 丢我的脸 走跟我回家 你放开我 从你污蔑我开始 那就不是我的家 哎呀我不活了 女儿不孝顺 不得我这个亲娘 你今天一定要逼我吧 真是精彩啊 新婚当天 母女成仇 果然小门小富出了 与家为了这种女人 得罪业家 真是 对待养女 比对亲女还好 还在外面抹黑 亲生女儿的名誉 苏夫人 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 之下善良又懂事 你不要这个女儿 我们计较要 男人把她给我拖出去 你给我等着 诸位 今天发生的事 今天发生的事 还希望各位不要外传 苏之下 是我们技嘉认定的儿媳 希望大家可以理解 嗯 好热 不准走 你不要我了吗 我去给你倒水 我不要水 我要你 嗯 嗯 嗯 啊 啊 啊 为什么不让我失忆 想不认证 啊 嗯 哪有 我是怕打扰你休息 我很怀念 昨晚的 怎么了 我的项链不见了 刚 你找我 这张卡 你找我 不信额度 你可以随便爽 想买什么买什么 过两天 爸妈就从国外 回来看你 谢谢哥 对了 哥 那个项链的事 你不要告诉别人好不好 为什么 我不想项链被人关注 当时候大家都要看我的项链怎么办 我不喜欢 好 都以你 你 项链怎么找不着了 我记得化妆师明明到这儿的 你别着急 我找人去调监控 切瓦 千古千世 苏鱼当时就在这个房间里 在夫人号上走后 拿走项链 怎么给我这么厚燕着 你去贝富儿被监控 我陪你 我陪你去找个项链 苏鱼薇 我劝你赶紧把项链还给我 否则别怪我客气 什么项链 我不知道啊 别装了 你要不还我就找叶南天药 你来这个地方 我给你还 你再让我来 喂 浩宇 帮我办件事 这个项链我跟妈妈要了 现在是我的了 这是我从小带到大的项链 求什么给你 上面没写你的名字 你有什么证据说是你的 你 姐姐 我劝你别跟我争 你是争不过我的 就算你跟全世界说 相议是你的 也没有人会信啊 大家只会觉得你是个贪慕虚荣的骗子 的确 哥哥 你怎么来了 保镖说你在这里我怕你危险 你刚才听到什么呢 就听到 你说骗子怎么了 没事 你是不是跟一蓝天和苏鱼在一起 快离开他们 我查到秦浩宇和你妈要对你不利 怎么可能 你们继续韩兮过来接我了 我就先走了 好险 幸好他没说出来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妈要和秦浩宇一起害我 具体的情况我不知道 但是据我了解 他们明天就会动手 荒谬 我会一直陪着你 你想怎么办 将写就计 我倒要看看他们有什么目的 子夏 之前是妈妈的错 我很后悔 你能原谅妈妈吗 好啊 他今天怎么这么好说话 很快我就能知道真相 你不怪妈妈吗 毕竟你是我妈 养了我二十多年 我又怎么会真的怪你呢 妈妈 你是爱我的 对吗 当然了 我可是你亲吗 你会对吗 是你每次都会有的 你们知道绑架会被判多久吗 绑架 不不不 你只会是失踪 没有人会知道你今晚会死在这 既然我很快就死 不如让我做个明白鬼 为什么 你们非要置我于死地 你呀 永远别想知道真相 解决他 怎么回事 我让你绑他你绑我干什么 不用叫了他们都是我的人 这一切都是你布置好的 你赢我 将计就计罢了 这一巴掌是打你派人回我关 这一巴掌是打你一图保驾 你敢动我 我哥是不会放过你的 你只会是失踪 没有人会知道你今晚会死在这 等等 对不起我我错了 我在也不找你麻烦了 你放过我好不好 想要我放过你可以 告诉我 我们俩究竟谁才是叶子的 当然是我 想要我放过你可以 告诉我 我们俩究竟谁才是叶家前妻 当然是我 你不用说了 我会自己搞清楚 你不许子 你先放开我 好好承受自己的恶果吧 你给我放开 我错了我真的叫错了 别把人打死了 你没受伤吧 没有放心 那就好 下次可不准再让隐身失险了 没有下一次了 我对他彻底死心 别难不 他不配做你母亲 从今以后 从今以后 你不再欠他 奇怪 我把姿势拿出去 我的帽子 我谁不许啊 我 mover你 反正和 engend 我的帽子 在我的帽子 比 espera 不行 我要去找葉蘭天 葉先生 雨薇電話打不通 你能幫我找找嗎 我馬上去找 你 鑑定結果很快就會出來 我去給你接點熱水 蘇芝夏 雨薇呢 你把雨薇怎麼了 在我說出他在哪之前 你先給我一樣東西 說 那條蝴蝶線連還給我 那是我從小帶到大 被蘇以為搶的去 再說一遍 那是誰的 我說那是我的項目 不 我不信 你有什麼證據 需要我給你看監控記錄吧 你知不知道 蘇以為聯合他母親 還有秦浩宇綁架的之下 要不是我發現的即使 後果不堪設想 你知不知道 對了 那個項鍊的事 你不要告訴別人好不好 為什麼 我不想項鍊被人關注 當時大家都要看我的項鍊怎麼辦 我不喜歡 好 都為你 我真的被騙了 你實人不行 還在執下的婚禮上當眾給他難堪 執下 對不起 被騙的也不止你一個 鑑定報告出來了 你要去看看嗎 執下 等我 我會給你一個交代 我 救我 蘇之下 放了我 不是 哥 也是你配叫的 你知道嗎 你害不誤會之下 蘇宇維 別急 你的地獄才剛剛開始 不 不 不 喜歡嗎 喜歡嗎 好漂亮啊 這得花多少錢 不貴 也就三個億 三個億還不貴 秦浩宇打破的那個玉琢上十億呢 不行 我們得把這個錢要回來 好 我明天 就陪你去要錢 秦家竟然給現金 秦家股價大跌 這些錢 想必是他們最後的資產 走 我們存去銀行 我幫你背吧 這就是有錢人的煩惱吧 這感覺 太棒了吧 堂堂記事總裁竟然當機杯麻袋 震驚 究竟是人性的女痴 還是道德的淪散 你當初不就是看上我這張臉 才會逃婚 逼著我娶你 哼 事實證明我還是很有眼光的 指下 指下 所有事情已經解決 跟我回家 繼承一碗家產吧 什麼 哥哥 我已經嫁給韓西了 這不重要 只要你願意回家 你就是夜市董事 夜家唯一繼承人 那哥哥你呢 我 給你打工 你當我即使是死了嗎 不就是萬一碗 我也能給 我也能給 哥哥 我不需要那麼多錢 我又花不完 妹妹 你以前也太苦了 連錢都用不完 以後 哥哥會好好補償你的 啊 不苦啊 哥哥你看 我現在很有錢 就這麼點錢 還用這個鋪馬帶裝 指下 明天 我就陪你去買一棟樓 你帶我來公司幹什麼 我把這 買下來送給你 現在 你就是這棟大樓的主人了 啊 這兒有十個夜 不許用在別人身上 今天之內花完的話 我給你一個驚喜 什麼驚喜 到時候你就知道了 十幣 要不先買套房 嗯 不行 今天買包子客戶來不及 不然買奢侈品 項鍊 戒指 通通拿下 夫人 五種珠寶集只有VIP客戶上能買 您還需要再等等 啊 好吧 啊 買必不虧的股票 肯定能花完 虧損嚴重的東建集團受即使資金支持 股價一路飆升 遠超市值 怎麼會這樣 如何 花完了嗎 啊 花不完 原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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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